OK 不好意思 因為上一場剛剛稍微有一點累這樣子 那我們15分開始 那接下來最後一場的Session 那最後一場Session的話 帶來是在Julya上面做GPU的Programming 那一樣是由我們的Peter 歡迎我們的Peter 謝謝 好 所以這場其實要跟大家介紹 就是Julya目前在 就是如果你想在Julya上面去寫一些GPU的程式 大概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狀況 不過我們這場主要的是 其實同時也是因為說 目前Julya的套件上面是 Cuda這邊其實算是比較成熟一點 那MD的GPU可能就目前還是有一點狀況 所以今天這場會以 就是Cuda這邊 就是NVIDIA這邊顯卡的現狀來 就是來做介紹 那所以在開始的時候 我們先大概很簡單的調查一下 就是大家寫過Cuda11 或者是Cuda的人來舉個手看看 就是 好 基本上我們就 我可能會從就是整個 就是GPU Programming開始介紹 對 然後所以 所以大家應該會說到底是 為什麼我們要用就是GPU網 對 就是什麼是GPU啊 為什麼需要GPU這樣子 OK 然後但是GPU並不是為了 為了來挖這個Bitcoin 也不是為了挖礦用的 那GPU最早它是專門是用來設計給 就是圖形處理的 那原因是因為就是你圖形在畫圖的時候 你就是要對一個很大的一個畫面 去做這些繪圖 那如果你是單純的CPU去畫的時候 那其實是對CPU非常的超 然後它其實也處理不完 所以整個效能會非常的差 那所以在GPU的設計裡面 它就有一個非常大量的這種平行的結構 就是專門用來去讓你在繪圖的時候 可能能夠達到加速的狀況 所以給大家看一個就是簡單的示意圖 就是說如果你大概用CPU的畫圖 大家會想這樣 就是你是一個點一個點也許大這樣 那當然這邊指的是那種就是單核心的GPU 那想說這種你現在是四核八核 你多是十二台積這樣慢慢分 對 那不過如果是GPU的話 大概就這樣子就是 我有非常非常大量的核心這樣一次下去 一次就是全部做完 那這是最早GPU被設計的目的 對 那就像我們這邊講到說 好 那就是GPU聽起來只是會不會用畫圖嗎 那就是跟我們這個現在這麼多 比如說什麼深入學校 或者用GPU到底什麼關係 那它的概念其實就是說 因為你在畫圖的時候 它裡面有非常多的這種核心 可以幫你平行去做這些處理 對 那我們在做這些 比如現在的這些運算的時候 我們其實也需要這麼多的東西 幫我們去同時去做這些運算 可是它其實想利用的是 GPU的上面這麼多個 可以披進處理的這個結構 然後來幫你做 比如說可能是矩陣運算啊 然後或者是一些 也需要比較大量的那種平行處理的東西 那它裡面就會有非常多的這種 我們叫Fraid的在同時 就是同一個時間下去跑 然後所以整個GPU的就是 而且GPU的程式它的一個整個 就是工作流程大概是說 你會需要現在GPU上面去開一段 就是GPU上面的記憶體 GPU它有自己的一個記憶體啊 所以你可能賣顯卡 會發現它會跟你講說 這顯卡是6G啊 8G 或者是那種比較貴 可能是11 12G這樣子 然後所以你會在GPU上面去開一段它的機體 然後接著你會將你的程式呢從 就是你的程式會將你的資料從CPU的那邊 就是複製到你的GPU上面 然後接著我們會複製一個叫做Kernel的東西 那這個Kernel就是可以被平行處理的這個部分 那也是我們就是這樣之後 應該說等一下會介紹的這個 就是這邊寫GPU程式要做的事情 我們就是要寫這個Kernel 好 那我們就要在平行的呼叫完這個Kernel之後 我們做完我們的運算 那個我們就是要將這個資料呢從我們的GPU上面 然後再就是靠配合我們的CPU跟正常的記憶體上面 然後接著是 這最後就是但是說 我們剛剛用完了嘛 所以就把GPU的記憶體清掉 這是一個大致的流程 好 那就因為我們這場就是GULIA的這個Token嘛 那這之前我們還是要先比較一下說就是 用GULIA寫跟用小語言寫大會是一個什麼樣的差別 所以這邊是一段用用KUDA實際去寫的一段 就是很單純是把兩個陣列去做想一下 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我放到了 好 就是一大先聽CAMPAN這個地方就是 這是剛剛提的整個流程 所以CAMPAN這大家可以猜出來說說 KUDAasz Man有一關說 我有要開這麽多個皆其空間出來 然後MemotaCopy把東西從你的CPU搬到GPU 然後這個 BetaAID是我們的Kurneau 所以我們稍微暫緩它 然後最後這是Copy也再把他從你的GPU移到它CPU favorite 就是我們剛剛的Word 其實在code上 在Kuda 實際上看起來會像是一個這樣的過程 好 然後什麼kernel呢 大概會像 長得像這樣子 然後就裡面會有一個fread 那fread這個東西等一下後面會比較 就是想現這樣 給大家先看一下說 就是寫kernel大概會長得像這樣子 然後那如果就是你今天 你想在Python裡面去寫Kuda 那你要做事情其實非常非常類似 就是大家可以看 大家可以看到說 底下是它是不在上台的這個array上面 但是你可以看到說這個beta i的這個kernel呢 它裡面基本上還是c的這個程式嘛 對不對 不管你到哪裡其實 欸 好像都還是要寫這個kuda c 然後好像避免補掉的感覺 所以 因為在其他園 就不管在哪個園目前做起來的現況 大概都是這種樣子 那但是呢 這就是來的但是 就是為什麼今天各位會在這個場次的原因呢 就是為什麼要用julia就對了 好 那下面就是一件很簡單的講的 因為我們julia是一個 就是我們想要號稱說 我們有高階語言的這種長相啊 然後有那種dj員的效能啊 然後我們有就是 就是這first classarray implementation 就是你可以想像說 就是在你的拍法裡面 你的array就是個list嘛 對不對 那這list其實很難用 所以當然大家其實都會跑去用numpi嘛 然後如果你在c裡面已經更慘了一點 就是你其實根本沒有什麼array 然後你要做一些所謂的矩陣啊 你其實要自己去刻一個這樣的東西出來 對 但是julia這邊他有原生的自己的那種 就是可以做到high dimension的array的那種始作 所以其實在julia這邊 你有很大的機會運用這個東西 然後這個是說julia他有非常良好的compiler的設計 對 所以這也是說今天我們在這下會講說 就是為什麼我們要用julia來寫這個gpu code 好 那這邊其實就是通常把剛剛講的說 這三個介紹就是把他展開了說 Julia他有非常好的就是這種 比如說 哇稍微有點詞窮 就是說這個你有高階原長相 然後有低階效能 所以你不用再擔心說 其實你在呼叫這個gpu的時候 因為你中間 比如說你剛剛拍坊寫 你中間會有一段要轉換嘛 你要給他先挑回拍坊這邊 然後去跑一跑拍坊的程式 然後再讓東西呼叫這個gpu科 然後再讓丟到gpu上面跑 那這一段呢其實會有拍坊的 這本身的效能的耗損 那所以說你今天如果你不是 原本的話你不是用code.rc去寫 那你可能還要再擔心說 你不是gpu的code的部分 會有它的效能損失 那julia的話原本身很好 所以就可以少了這一層擔心 然後再來是 因為julia他有 就是他有自己的arrays做嘛 所以你就不太需要說 或是像你可能寫cuda 所以說你需要自己去刻一個 就是array type出來 然後專門來做這件事情 對 然後 最後這個就是我們今天就會在這裡 因為就是說 因為julia它的這個良好的 堪拍的設計呢 所以它讓我們可以 就是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 所以我們希望將原本正常的julia code 然後直接編譯 然後變成是gpu可以跑的程式嘛 所以今天我們希望就是說 在julia這邊寫這個cuda呢 你就不用再像你剛剛的 就是python的這個pycuda這樣子 其實寫到後來還是會去寫一個c的function出來 然後只是包在子串裡面的那裡 我們這邊我們就會用 就是原生julia的方式去寫 所以這就是我們就是julia這邊 它提出來的概念就是 原本可能你的data的處理啊 然後可能會有一些套件啊 然後你要跑gpu的時候 你又要用cuda這邊的東西啊 然後你的application的時候 可能又會用高階的語言去寫 所以你都要知道每一段 就是要分開分開的處理 那julia這邊希望就是說 我的從頭到尾都是在julia裡面去做完 好 那我們就來看看說julia這邊要怎麼做 那這邊我們就是先介紹一下 就是gpu的這個基本概念 所以我們剛才講說 kernel這個東西呢 是在gpu上平行的這個執行的程式碼嘛 所以我們實際上我們要在鑽寫斷 gpu code的時候 我們都是會去寫說 裡面有多少個 然後y的維度裡面有多少個 那通常如果你只有給一條的話 比如說像上面這樣的時候 如果你嘗試去存去 所以點y啊 那它拿出來的值得會是1 好 所以就是說我們這個2D的長這樣子 然後我們一樣就是用另外一個function 把它包起來 因為你要每次要打一個 就常常實在有點麻煩 然後所以我們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就跑底下的 像這樣的一串 我們分四個 這樣子 所以我今天是開 我rebrock其實是四個 但我把它分成就是 二乘二的這樣的一個 一組 然後再來是fred的每個block只有九個 那我是把它就區分了三乘三這樣子 所以你知道跑到去的時候 就會大概是像這樣子的東西 每個每個block裡面 就是它block的ID是二維的 然後fred裡面的也是二維的 好 大概是 大概是這樣 那就是這個一個 就是這樣寫這樣東西的好多就是 有時候debug的時候想看一下 就是哪個fred到 到底在跑什麼 其實可以用弄這樣的方式 就是稍微看一下說 就是他們跑的東西有沒有不太對勁 所以你想印出來的東西就是說 在julia這裡面是有一個叫做 at-cuda-printf 應該說at-cuda-printf這樣的一個function 然後裡面是 就是跟臉上跟你寫printf的時候 那個格式是一樣的 好 那就是簡單的 在GPU上做好了我 我們這張主題其實是說我們要做這個high-level GPU for Grame 那講到現在好像其實DK還蠻低階的這樣子 就是整個嚇到去寫cuda 但是那個時候一個是 我們有這個所謂的core-rate這個套件嘛 那所以主要說這個套件它其實可以 讓你的很多層次跑在你的GPU上 而且是你其實這個層次端撰寫的時候 可能是完全不在乎你的 就是有沒有GPU 你剛剛是以為它是要跑在GPU上面 然後所以就這樣去寫 然後可是你今天突然發現啊 笑門夠了 我說想跑在GPU上看看 那你其實可以用這樣就是 幾乎不用改core 幫你直接下去改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是怎麼做的 所以這一樣需要分析 所以比如說我這一段呢 這是一個矩陣對不對 就是w然後b跟x 然後可能有時候我做一個這個 線線的事情就是我把 這個線線轉換就是我把x呢 就是乘上w然後加上b 可是大家說既然程式其實是 就是非常單純的CPU的code 比如你在轉眼的時候 你有沒有特別去考慮說 它到底是不是就是GPU 還是什麼東西的 然後我們其實 我們要把它跑在這個GPU上面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透過這個 C user function 好 這是cuda 就是那個cool array 這個套件提供的 它可以幫你把東西搬到 就是GPU上面 然後所以我們就可以用 這樣子直接去呼叫兩個function 所以我們這邊就來實際投看 就我們剛剛有看到說 我們打布是一個這樣的東西 然後 然後 欸 這邊好像已經拋掉了 噢 被蓋掉了 我還能開多少 5x5 有w開5x5的 然後 x是一個 5x3這樣子的東西 然後b是一個 就是 就是藏鑽錄的單子上掉 那我們 那 那 我們 我們 那 那 我們 稍微 大 現在我現場就是寫啦 然後這個方選其實只有 它就只有一個層次而已 然後我們就是直接在剛剛我們開出來的這個 這樣子去執行 好 這樣子就是這個資格上執行就是 剛剛講的就是w乘以x4然後再加上b這樣子的 所以就是做一個線線轉換這樣的東西 那我們今天就是把這個每個資料 就是移到我們的GQ上面 好 那我們現在就是有散動性 剛剛都說它是Type的時候已經沒有說 這個Pool Array的東西了 那這個東西是直接在GQ上跑的 所以你今天就可以接了就是你剛剛的那個方選 然後這張執行 然後就是它剛剛整個這個運算 就是全部都有在GQ上面 對 然後同時呢就是如果你今天 這個應該是大家可能會碰到一個問題就是說 你今天自己訂了一個 譬如說我們在訂了一個Point的這個 這個物件 那這個物件是在GRA裡面的 對 應該可以 平常在想說如果你在 拍房裡面寫Cuda 所以你自己寫了一個拍房物件 那這東西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直接 讓它上去Q的 可是GRA這邊 就是我們其實可以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這邊很簡單的訂 就是這個Point的這個物件嘛 就等一下就是X跟Y軸的直 然後比較做 我很簡單的訂它的乘法跟架法 你看就只有單純 乘法是我隨便都在寫的這樣 那看起來就是好像是點了乘法那種感覺 對 然後我們今天就可以開一個 A跟B是兩個就是Array 那Array裡面就是充滿了我們自己訂的這個Point的這個物件 所以這邊應該有 有 就大概是像這樣子的東西嘛 那所以 喔 又被改掉了 有逆門被衝突 實在是一個很討厭的東西 好 就是今天這樣子的東西 那 因為我們也有訂這個 呃 乘法跟架法嘛 所以我可以去做個很奇怪的東西 就是我把這兩個局陣去做 就是相承的東西 呃 會塗有點爛掉的話 開小燈火了 三個 三個 然後就是 欸 好像還是有點難看 不會算 就是你看看他說就是58兩個 這種就是 這個Array內容呢 是我們自己訂的這個Point的這個物件 然後我們要去 在CPU當然可以很簡單去做這個審法 可是 在GRA這邊的時候 其實同樣的可以把這東西 直接搬到GPU上面 然後讓它去跑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就是因為樣子 然後CPU就把它去包成 這個CORRAID的這個格式 然後讓它去把它去 你可以看到說這東西一樣 它就很單純的 就幫你包了 而且它整個東西就是可以直接 跑在這個GPU上面了 所以如果 如果你覺得這東西 聽起來不是 就有點奇怪 如果這真的有跑在上面 我們可以很簡單去做個Benchmark 這樣子 我們就可以把這東西開得大一點 所以我們等一下去看這個數字了 然後我們可以看這個 然後我們可以看這個 這個 這樣子 因為那時候 在CPU上面就跑的時候 它的大概效能是這樣子 然後我們一樣可以看說 那我多把這個 就是東西搬到GPU一樣可以跑 然後 可以看到它的時間其實是少很多 我們來看一下看看CPU是多少 可以看到確認說 這東西整個是跑在GPU上面的 而且就是 基本上你完全沒有需要改用到你自己的 就是當初那Poing的這個東西 是怎麼實作的 你就是單純的把它用 就是用一個套件的那個Function 把它包起來 它就整個東西跑在GPU上面 一些效能就提升了 這邊大概是20倍吧 當然是這樣效能 可以跟你們確認說 這東西是跑在GPU上面的 看一下我們應該還有 到這邊大家有沒有什麼疑問想棍子嗎 給大家就是 看有沒有 沒有 好 對 然後那再來是說 就是 在這樣的情況下 就是 一般你如果一些簡單的處理 可能就是 基本的矩增運算啦 就是都有在這Corel有資源 可是如果你今天碰到一些很特殊的 比如說你是怎麼 很特殊的資料結構啊 你可能是那種很奇怪的做法的 Spots of Ray 那可能他沒有 沒有這樣的東西 那這時候怎麼辦呢 對 這種你還是給GG 自己去寫個 去刻個Kerno嘛 所以我們這邊 就是會用幾個類例子來告訴大家 說你要怎麼去在GG裡面寫這顆Kerno 好 所以我們第一步就是非常簡單的說 就是 做個決定神法 說你要怎麼做 所以我們一樣就是 我們先回去看一下說 CPU你是怎麼寫的 所以CPU可能就是非常簡單的這種 就是 少過兩個的邊界啊 然後就把那兩個相像拉出來 然後全部就是 沉在一起然後加起來這樣 好 那 我們這邊可以想要說 那這個KIP平行的策略是什麼 就中間那個 最裡面C的一層要累加嘛 所以你東西是 會有 互相會有依據的 就讓自己恰不太開 我們可以猜的地方就是 外面有這個I跟J的部分 於是 我們就可以把它寫成像這樣子 那這邊用到的就是說 比如說我們剛剛有提過說 我們可以把這個Fread 去做這個一組的這個事情 然後所以我們這邊就是說 我去開看 看我最後C存在會有多少個嘛 比如說我最後乘出來是5乘5 那我就分配就是 每一個數值呢 裡面就是靠一個Fread來算 那這個數值裡面 其實會是兩個相當的內積嘛 對 然後所以我們就是看說 我先去區分說 他說他這個位置呢 就是他這是第幾號Fread 這個I跟J其實是 是某個Fread它的那個二維的ID這樣子 然後我們去看說那 你看這ID他應該要對應要去取的是 多少個出來 然後跟 我裡面會有 就是這個 兩個內積的這個相當量是多長 所以就這邊就是從這個Size A 然後跟2的這邊來看 然後所以我今天這樣我們在做的時候 就是靠這一個 這個每個Fread它裡面的 就是做的事情就是 把兩個相當量拉出來 然後像就是做內積的這個 然後存到Size的IJ的上面去 那這就是我們的Kerno 對 然後我們就是 通常我們這是一個 算是一個習慣 就是因為你希望讓這個程式跑來GV的時候 我們剛才有提過說 你要透過這個AdCuda這個Marker去跑 然後去分配說 你有多少個Block和Fread 那這件事情就是每次這樣去寫 其實是滿麻煩的 所以我們會在外面都包一層 就是一個Function的介面 然後去做這個 就是自動去算一下說 這個Function的時候 它要開多少個Block和Fread出來 所以在用這樣的方式 在寫的時候 其實可以用這樣 直接我們一樣是透過那個CudaFunction嘛 因為這個功能其實就是說 我們幫你把你的東西丟到 就是你的GQ上面 對 那所以你可以這樣子的話就是 東西就放在GQ上了 你要做你直接說 今天Kerno要怎麼去存取這個 就是GQ上面的這個物件這樣子 所以今天整個寫起來 大概會是這種感覺 對 好 那如果大家有寫過 就是一點 喔 剛才叫法功能 但是就是說 這個Block和Fread 它其實有一些 就是分配的這個方式 對 剛剛我們這邊是很簡單的 就是你看上面這邊算 是單純是看說我有多少個 如果我稱出來的這個C 要多少個開多少個這樣子 那就是說好像實物上 它會有一些你可以優化的方式 就是說到底多少個Block 或K多少個Fread這樣 那這一部分就是 就是我自己是比較沒有研究 所以我這邊也是就很隨性的這樣寫 對 然後另外一個大家可能會有 注意到的是說 這裡應該有個儀式 就是在檢查這個IQ&J 那會有這東西的原因 所以我們有時候 因為一些原因 我們沒辦法開到那麼剛好的 就是我今天可能需要到15個 就開15個 我可能一定得開16個 就可能有些Block的那個數字 數字的限制 對 那這種時候 就是你多開出來這個怎麼辦呢 就是你在客戶裡面必須去檢查說 就是如果我今天 我B不得已多開了 那有些是不做事情的 所以你這邊是靠這個IF去檢查說 我是不是已經 我是在那工作量以外的那幾個Fread 然後我就殺手不管這樣 那通常說我們也可以很簡單的做一個 2D的convolution的這樣子的東西 就是大概會不會像這種樣子 對不對 你一樣就是說 那我這邊是非常非常簡陋的convolution 他沒有做什麼pain 反正我就是從嘴桌下腦上開始 然後我就往下沉 然後後面操出去也就不算 然後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這邊一樣是二維的嘛 然後因為二維的是不是 就是convolution出來的那個每個人的數值 然後我這邊的就是平均的策略一樣是說 就是最後存出來的那一個 最後convolution出來的那個矩陣上面呢 是第幾個 然後他們就是做一個工作量這樣子的 所以每個Freader 你會要做一個數量算那一整個的數值 然後所以你可以看到這邊就是 我一樣是看說我的最後輸出的那個矩陣有多大 他的就是長跟寬多高 然後這樣 因為convolution你可以想到他其實是一個很特殊的取法 他只是說你要取對那個人而已 然後所以裡面就基本上就是去算說 他們是不是對應的那個位置 這個k1是要取這個necronome的那個邊 然後k2是要去取另外一個就長寬這樣的 然後所以你最後基本上就是對這個 k就是其實他對應的那個kronome的每個位置嘛 然後去乘上就是x這邊他對應的要算這個地方 然後一樣就是我們後面就是 很簡單的做幾個數值 然後把他移到g2上面 然後就是一樣就護照的方法 然後這個整個東西都可以在g2上面執行 剛才也講說就是我們可能有些很奇怪的情況嘛 就是說如果我要做個spath的那種處理 所以那我們現在一樣可以就是 就是最裡面的kronome 那你看我傳進來的時候 我的x這邊就是我這裡其實是int的這個 這個叫做這個array在記錄上它裡面只是int 它不是其他的數字 那我們是要透過這個int 它是作為index去取就是每一個這個 就前面的矩陣的第幾個index的值 對這個g2的function其實就是 就像半插標 然後插說那個給一定的index它的那個項量是多少 然後就是收集起來 對然後所以我們這邊一樣可以透過就是 這個団列提供的那種方式來幫我使用 然後裡面可以看到說像這裡啊 這什麼這是d card的坐標 然後tuple啊這種 這其實都是jubile裡面的這個物件跟函數 然後都按macro也是 但是你其實都可以在它的這個程式裡面去執行 然後去直接在裡面使用 但是就是它在唯一的要求就是說 這個東西必須就是你般上GPU的 在用的這些物件 它裡面不能有就是有需要 額外g2compile本層去做的那些功能 就是它不可能是那種動態去生成的物件 它不可能有什麼eval啊這種東西在裡面 那只若是簡單的這種正常的運算 都可以就是放在它的坑洞裡面 然後就直接在上面去做自己的 對好所以像這樣就可以用這種方式去跑 應該大家可能是這樣的東西 好我看來 那隨便的關係我們這個就可能就稍微run了 對那 好那我們到接下來就大概知道說 我們整個在GR上面去寫這個GPU嘛 那可以把很多東西都跑在GPU上面 那平常在跑在GPU裡面 還是會有一些問題是說 那我要怎麼處錯 然後以及就是我要這麼去知道說 我這樣跑起來的效能到底好不好 因為我們寫GPU本來就是最在乎的說 它效能怎麼樣的嘛 那有時候你可能很容易因為一些 就是做了一些蠢事然後讓它效能不好 所以我們其實有一些工具呢 就是這個應該是Nvita他們官方提供的 一個叫Nviproof的東西 它是讓你幫你去做你的這個GPU運算 就要看說你到底去叫了哪些科諾啊 然後叫了哪些東西 那這個東西就是Kuda因為它這邊 有提供這個方式可以讓你去把這東西接進來 可以用就是習慣方式去分析它 就像這邊你會另外要弄的是這個 就是剛剛前面有個提供的這個 Kuda ERV這個套件 那它可以幫你做覆蓋 它用法就是你的程式碼裡面呢 就是你用這個套件之後 然後你用這個 它點profile這個marker 在你的這個呼叫GQ的就是地方上面 然後你去ROM這段的程式碼去透過就是 用Nviproof包裝過的這個Julia 去跑的程式之後 你會看到像大家底下這個 是不是有點淡 那內容大概是相對像這樣啊 告訴你說就是你的GPU的活動時間 然後它叫哪些API code 然後再來是你的API code裡面 大家大概是哪些東西這樣子 那可能就是大家看久會發現說 有些那種什麼很慢的什麼搬移記憶體啊 就是欸奇怪 我們一開始就丟到記憶體上面啊 可以整個什麼運算跑一跑 然後中間有非常非常多這種 Memory copy的動作 你就可以知道說 你大概有哪個地方寫錯 然後所以它運算到一半 然後會不會把東西可能移回CPU這樣子 或者你可能發現說 欸那個地方就是可能 Core Array沒有做到的方式 所以你可能就需要 就是額外去把那邊就是處理掉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如果你要手機一點的話 你可能看這個會看得出 就是它到底在做什麼 因為我自己也有算是很深的 這個CUDA跟兩線 然後所以大概就只能講到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是 你其實可以去看說 就是像你在叫這顆弄的時候啊 然後它到底是變出了什麼東西來 就是我們有這所謂的 Device code type 然後Device code LVM 跟Device code PDX 我們這個庫達列的它的作法就是 它是直接將我們的這個寫得去兩扣對不對 然後它把它就是轉成LVM之後 然後我們提供 就是透過LVM提供的這個 就是PDX的這個一個backend 那這個東西它可以幫你把LVM 然後轉成就是GPU可以執行的這樣的程式嘛 對 那你其實可以直接去看說 欸 那我今天寫出來的這東西嘛 就到底它會變成什麼樣子的PDX 跟變成什麼樣的LVM 然後如果說你可以 你有興趣的話你可以去拿 譬如說你可能用CUDA C寫一個 然後去把它的那個PDX就是編出來之後 然後再用就是GPU寫一個去比較說 欸 哪一個就是出來的東西 是不是有什麼不一樣啊 然後就是這些量有多少啊的 大概是像這樣子 所以我們今天大概 先說說就是我們其實有 透過JULA的這幾個套品就是 QRace 然後CUDA Native跟CUDA這個DRV 就是你可以在JULA上面去撰寫 就是非常高階的 而且高效能的這種就是程式嘛 那你其實基本上不需要去 就重新去學說 有CUDA的 你當然還是得學CUDA 但是你可能就不用去寫個C的Kerno 然後再去想辦法去當你的 比如說CUDA寫出來編出來的程式碼 然後跟你的JULA接在一起 你可以全部一套都在JULA裡面去做 然後同時一樣就是原本有的那些 就是Debug啊 然後跟就是Profile的工具都一樣還可以使用 大概是這樣 那今天的有些比較細的東西 就是大家想知道就是更多要怎麼做 可以去看這連結的內容 大概是這樣 好 我們感謝講者精采的演講 好 那有沒有問題想要問呢 我想要請你問一下就是 因為其實像剛剛提到的那些範列 許證成的法國相關 其實CUDA它有那個Cublas跟CUDN2嘛 那我不知道JULA有沒有把它wrap起來 你說哪個東西 Cublas跟CUDN2 就是那個Cublas裡面其實它是有 有將那些就是接在一起的 有些基本上是直接拉 就是Cublas的東西來做 那剛剛提子是因為就是要抵達一個範圍說 你要怎麼去寫這個可能而已 所以你跟剛剛說這個是Cublas的這個套件裡面的架風 因為剛剛提到有 就是這個 最簡單它有做這些就是wrapper 所以你知道你用這個Cublas的時候 其實可以是有辦法去拿到就是 它那些就是 MIDA官方提供的這幾個東西來用的 不好意思 我還有問題 就是那請問一下它有支援到 CUDA的Texture Array嗎 Cublas的Texture Array 目前沒有看到 對 沒有看到 所以如果你有用到Texture 就問了透過JULA 可能... 我有一個比較想法很接 但是這部分我們不是很熟 我也有點疑 我沒有辦法給你很肯定的答案 不知道怎麼做 好的 另外一個比較簡單的問題 應該是說我剛剛invoke的Kerno那一段啊 正常的CUDA programming裡面 是有CUDA Stream的存在嗎 那剛剛那一段也可以加CUDA Stream嗎 應該就是有CUDA Stream 就是在CUDA的世界裡面是有JumpCue的概念的 CUDA Stream有點類似像JumpCue的概念 哦 你不是說那個Stream Stream 還是Stream 對 CUDA Stream 它是一個類似JumpCue的ID 對 它invoke的時候 就是你剛剛不是有指定 block跟grid的size嗎 對 那邊的話 如果是你選CUDA之間的話 可以額外指定一個叫做CUDA Stream的東西 對 那個有支援 對 那個有支援 只是說因為這個是今天是比較基本的一個介紹 所以就沒有就是體內部分的東西 但是它是有支援在裡面的 就是你不然你要用什麼Shift memory啊 然後什麼Shift的那個 呃 那幾個東西都給我做 了解 謝謝 好 到我們今天的 CUDA Time 1的一城櫃 就到這邊 搞一個段落 好 那感謝大家的參與 好 感謝大家的收看